韩红 太有情有义了 8月20日23点15分 在很多明星都沉默保全自己的时候 韩红突然高调发声力挺李文 他的言辞十分被痛 并喊话相关部门 期待对这件事有一个合理的调查和防范 娱乐圈的明星都对好声音事件避之不及 深怕炎火烧身 韩红却在风口浪尖 为了口口挺身而出 真的是太有情有义了 据悉 李文与韩红从中国梦之声结缘 我是歌手中 韩红多次为李文兼致作品 给予鼓励 最令人感动的是 李文在人生最后一程时 韩红竟然去香港亲自送他 这也是内地唯一一个现身葬礼的明星 现在得知Coco生前遭受如此不公平对待 他又顶着巨大压力仗义直言 韩红的一起真的没得说 堪称娱乐圈第一人 网友表示 真的哭了 第一个力挺李文的明星 韩红好样的 他真的很勇 真诚佩服这种时候站出来的每一个人 就是直接把自己放在强大资本的对立面 红姐发言说的滴水不漏 他确实成长了好多 但他也是真的爱Coco 韩红是娱乐圈出了名的真性情 不遮不掩 不做做虚伪 以他的性子 这些年在娱乐圈估计没少碰壁 但现在敢站出来叫板 大概也是真的看不下去了吧 把自己放在中心里安装